我想大家也看回回頭 這個公天的問題 其實它有一個長遠的歷史因素 它也有一個很複雜的技術因素在 我想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在過去裏面也不斷地作出研究 我們也參考了鄰近地方 為什麼鄰近地方沒有我們這個問題 我想同一樣的天空 我們鄰近地方其實也有收費電視 也都有開放頻道 大家為什麼又沒有出現有公天 又轉破非法的問題 我想這個就基於澳門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我們的地理的環境 我們的地少人多 因此我們的建築物是特別高 因此現在這些開放的頻道 其實在其他的城市或者地方 是居民自然會收到的 你不需要付任何的費用 你只是一支天線是可以做得到 但澳門就做不到 但這個問題其實在早幾十年前 我都不記得可能是 自從有了香港的電視過了來之後 在逐步逐步形成的 因為樓越起越高 他技術的問題收不到 因此而出現了公天的出現 那公天出現了 就牽涉到一個電視訊息的接收 和一個傳送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都正正和一些的 關於這些電視頻道的 一些國際的公約 這個問題也出現了一些矛盾 這個問題也出現了一些矛盾